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波罗上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奥特弹的视频介绍 那这现在大家面前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更新的视频 呃因为奥特弹的视频啊在初期啊就更新一期 因为不想更新太多 那这一期视频呢会植入一些奥特曼的软胶 或者说一些爱克斯的融合卡片 那是2月23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学 但是离开学应该还有几天了吧 因为寒假是过得很快啊 而且今年的话应该算是很早很早就过年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的过瘾呢 那波罗君是没怎么去玩啊 就在家里拍一拍视频吧 本来是今天准备出去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 朋友喊我出去吃夜宵 然后我也没有出去 还支持火焰戈尔赞 因为过年期间我也是在淘宝网上买了很多的产品啊 然后呢在昨天也是发了一些货 但是还没有物流信息啊 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到货 也是很期待我买的那些产品 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来把它给进行一个变形 那说回来了 就是欧布的原生啊 在后期后半段好像盖亚和这个阿古鲁 奥特曼是有登场 欧布终于回归了一些老的一些奥特曼的这个人间体啊 像戴拿高斯都有回归 那阿古鲁跟这个盖亚呢 也是我童年的一个回忆啊 所以很希望他能够多把这个奥特曼的这些人间体进行一个回归 希望在大古50岁50岁之前啊能够让他回归一下奥特曼的剧场版 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位童年的男生大古奥特曼 啊不是大古奥特曼 这是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 针脚大武 大武 大武狼 这个之前这个国代有一个翻译 就是把这个大古翻译成大古大武狼 那这边是我们的杰盾 杰盾 那杰盾的话 ACT 不是SHF是有推出了 但是说我觉得 这个SHF做的呢 就挺一般般的了 哎 我们来把这边给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 那胸口两个类似于蛋黄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设计的也就相当可以的 然后是我们的奥特武兄弟 吴鲁托拉蒙塔罗 那泰罗这边的手镯都有刻画 皇冠的一个涂装都是有的 身上是这种银色的一个涂装啊 非常带感 两边的 一角你可以进行一个翻折 那这个更加像这个普通的小的太罗 我们的暗黑赛罗